歡迎來到齊凱的新聞現場 陳菊登陸以後 講了馬英九總統 民進黨今天一片叫好 連民進黨立委都說 馬英九在頒個 青天白日勳章給他 可是相對的 南社已經反彈了 包括民進黨高雄市長部 電話已經打爆了 下午開始地下電台開打了 我們要好好來討論一下 陳菊這樣去 民進黨內部成不承受得了 另外對兩岸會有怎麼樣的發展 我們好好共同來探討 今天有七位貴賓 劉怡希 胡宗信 胡大哥 青島政府主席老長官梅玉 saying 資深媒體人光琴 代言 還有財經專家民主義 李法委員蔡維 大家好 還有憲童 fiction 媒媛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 陳菊講了總統之後 民進黨整個聲音都起來了 可是今天有一個人出來講 胡志強啊 他說我們私底下也有講 他說了 restaurant嗎 來 看胡志強怎麼講 中央政府 我們的馬英九總統 你在這個部分 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我们跟大陆人在谈话的时候 常常提到马总统啊 只是有没有公开 我想谁都会讲 看要不要在公开的场合讲 那么他选择在公开的场合讲 我觉得我们也不必小题大做 好啦 我现在讲了你 我想说我们也有讲啊 问题他说是私下讲的 人家是公开讲 其实陈居这个事情很简单 第一个 就是国民党过去在大陆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自我节制 他就公开场合就没什么敢说 或是说他俗话他才讲 公开场合讲 公开场合讲的 对于台湾的民党的制裁 不然大陆的民党是不会给你補 那陈居这个很简单 其实他包括他没有持台报证 是代办代持 包括他去公开场合 在北京市场的面团中央政府 现在不是说中华民国政府 中央政府的马总统 对 那都是条件说 说好的 陈居这次高规格的接待 是铁杆森绿这一块 北京非常欢迎你去 希望你去 中共有话很久 希望铁杆森绿来沟通 所以其实陈居在5月1号申请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Undertable条件都在说了 所以这没什么惊喜 如果想看那个 李秀琳那样的经历 叫人要去中国大陆唱国歌拿国旗 陈居怎么唱国歌拿国旗 没有嘛 森绿的媒体 以前他从马英九就来之后 他都叫他马桶总统 阿拉伯马区长马先生 不知道叫他马总统 我们陈居陈市长 我觉得他这一次 登陆我们要给他肯定 第一个就可能会带来 让民进党的大陆政治提早有一个 比较统一的论述 这台阵要转圆了 民进党这台阵 因为陈居的破冰之旅 会转圆 第二就是说 陈居这一次去 其实说近近说谈话 其实省委员说过很多次 我上星期在你的节目 我也说他为什么要登陆 很简单 就是市运要办 市运35万张票 好像没出2万万3万万 所以很均定 你说35万张票 大概10万人 10万2万多张 对啊 七月就要开始了 所以你说他会均定 绝对均定 你看上海市 没有来台湾 有团围 有城市的交流 很好 所以在陈居来讲 他只能成功 市运是 高雄市政府拨很大 100亿 100亿 你不仅仅是 前一阵子的两岸指向 包机不去高雄 城局也是很紧张啊 你看高雄有港口 有观光发展 大方都没有办法 满足消费者 或者观光业者的需求 他当一个市长 所以他说很好的 桥归桥 路归路 我的政治立场 不等同于我高雄市民的利益 蔡伟 我想高雄市长的利益 跟城局的政治立场 这个会冲突 是第一步 我们希望嘛 这个陈局市长 能够把他的政治主张 慢慢调整 跟高雄市民的利益 以致最理想 至于所谓什么 国民党没有公开 不是这回事 2007年 我跟大部分台上的会长 去跟那个陈运林 不是 那个贾庆林 谈事情的时候 我都公开称陈水扁总统 只是问题 有没有媒体记者 在现场转播而已 你说连陈水扁大总统 对啊 陈水扁总统我都讲了嘛 大家都很习惯 我都谈的是行政院 什么张俊雄院长 我都这么称呼 中国大陆也不会在乎台湾 正式称呼我们自己的官衔 已经不在乎了 现在轮到他们说 愿不愿意 从嘴巴里面称呼 我们中央政府官员的官衔 我们在努力这一步 接下来的话 到目前为止 他也会跟我们讲说 是不是不方便的场合 你们可不可以提 中华民国志愿 我经常提啊 对不对 因为我是民意代表 我不是官员 为什么 让他慢慢习惯 他们终有一天会习惯的 所以乘起这个东西 就民进党来讲 绝对是一个大突破 我们要给他掌声 给他鼓励 但不表示成绩这样讲的话 就表示我们国民党 过去没有讲 大部分都讲了 讲只是说 有没有电视转播就是关键嘛 罗斯瑞罗伟也常 也去过大陆几次 你们有直接讲吗 有我们经常到大陆去开会 那也只是很多场合 也都跟大陆的官员都有接触 都有接洽 那我们都是讲 马总统啊 也讲说 我是中华民国的会计师啊 我们都成长讲 那只是是说 我们因为蓝军 讲了太多了 就不稀奇 那因为那个陈局嘛 他们讲了他 他们不敢去讲 那个中华民国 他们比较少讲什么总统 所以就觉得好像讲了 就变得很稀奇 那你今天你可以看 这个很双重的标准嘛 他现在为了这个高雄的那个 市印他要去推销他的票 35万张只卖了2万张 现在还那么多张 没有卖出去 他现在要指望中国大陆 那你看看他现在去 去请大陆的人到台湾来 难道他不是在前一阵子 在批评说 那个陆克是不是会入侵 入侵台湾呢 那假如说我们 那个政府去推销水果 有讲过陆克太多了 入侵台湾 现在还要人家来 对啊现在还要人家来啊 所以双重标准嘛 那你现在陈局去大陆 叫破冰之旅 那那个叶晋川去参加那个WHA 为台湾去发声 也说什么 什么在一中架构 又说卖台 那这个很明显 是很双重标准嘛 好像就觉得好像 陈局稍微讲了一句 这样是哦 马总统就好像天大的事情 那整个民进党就歌功颂德啊 讲得很那个 沈律师 所以民进党立法院高兴得太早了 人家国民党也都有讲啊 只是没有报道嘛 这个东西是看人 看情境 看人实地的场合 我觉得今天大家都过度反应 今天大家想想 如果你是在中南海 做中共的领导人 看到陈局登陆以后 台湾各党派的反应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站在老公里面 台湾会说 台湾都是这些小孩 你闭口气 那我台湾还有什么 我烦恼的 对不对 要走开 要离开我而去 要独立 根本是不可能弄 玩耳系嘛 但是今天你看 来宁是肯定陈局 但是不忘掉说 哎呀你不要两套标准 那绿营也肯定 那个陈局势说 他比马英九厉害 然后呢 这个蓝色 黄昆辉的这个胎人 那就不用讲了 那都在预期当中 所以今天所有 台湾各个党各派的反应 跟有什么新鲜事 天下没有新鲜事啊 但是我今天晚上七开 这个节目还没开始 我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 为什么 米克法跟罗委员 都来证实 我这两天讲的话 是对的 但是呢大家都不同意我 可是有这两个美女 来告诉我 为什么呢 我今天本来想找 蔡英文主席来证实 但是她今天太忙了 她都没有回我电话 我跟你讲 绝对民进党没空 说说有一次的游行之后 到底是照设计 说我准备不可以 快派陈局去代表 说我要改了 我跟你讲 民进党有谎 说自己抓拆不稍微 他这样一搞 你看他接下来的 要披码亲众的力道 就没有了 他提前引爆 党内或者绿营里头的 内在矛盾 你觉得民进党有需要 我觉得民进党恐怕渐渐 或是基于行事 或是迫于需要 他晓得他非改不可 李旭连也讲了 蔡英文也讲了 但是他还没有ready 你想他够 他准备好了吗 他党内抹平了吗 都还没有 所以这个是突发事件 因为迫于这票没出去了 所以但既然他去了 这后面的所有的矛盾 就顺势一而再三 就引爆了 但引爆了以后 你不收拾不行 现在就是你听蔡英文 在讲的这些 都是在收拾的 他们现在赞美他 今天白日宣章给他 这是什么 掩饰他们的心虚 掩饰 掩饰 满开了 现在讲得很厉害 很伟大 还顺一下小兼国民党 就没事情了 不是这样 宣伟 讲这个真话最真实的 政治人 可是民进党今天一片叫 在立法院 歌颂声不断 讲什么 说一个女的 抵过所有国民党男的 连说什么 连叶金川都被比下去了 那么进来给他 我们看一下 菊姐是委屈的 他很不愿意叫马英九总统 但是至少我觉得 所有的国民党男人 都不如民进党一个女人 我们要给他鼓掌 连在野党的市长 都能够称马英九总统 而且在中国人的面前 那么 叶金川署长 这个 在WHA的表现 我觉得就被 陈菊给比下去了 不只是把叶金川比下去 一个女的 先问女的 一个女的 就把所有国民党男的 全部都比下去 这个跟性别没有关系 但是我还是要讲说 你私底下讲 跟公开在美光灯前面 讲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陈菊 其实很简单 他是民进党员 那民进党的高雄市长 那他公开在镜头前面 为什么有这么多律伪 对于他是给予肯定 是因为他们本来很担心的 后来证实陈菊的 针钞带还在 就是我们之前就说 连送绑中 有没有那个针钞 针钞带有没有绑好 那这个是不得不 一定要这样讲的 因为只有一个中央 他讲中央政府 那至少是属于一中各表的 这样一个情形之下 那对外没有选举 我们有选举 我们是总统也只有一个 就是中华民国总统 谁都知道 陈菊是台湾去的 所以他守住这两块 所以绿营人士 就不是那么紧张 反而鼓掌叫好 搞不好他们去之前 他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私运 他里面有很多政治因素 你去这趟 会有什么政治连锁效应 其实他跟蔡英文报告 其实都有谈到这些 那这第一个 第二个 陈菊就像一面照妖镜 他不仅是照出 民进党这些人的正面目 他也才就产生一个对照组 确实像我们不要讲远的 你想江炳坤跟吴伯雄 都同时面对中国的高层官员 他们称呼我们自己的总统 叫马先生 我今天记录都找了 两个都同时称呼我们自己的总统 叫马先生 在公开的镜头下 但是你说如果私下讲到太多 你远自孤政府时代 我听过江仁和他们在前线 谈判 谈判完了晚上要拼酒 双方的那个成绩的人要拼酒 大家酒憨而乐酒一喝 他们在现场喊 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那是在私下场合 那今天陈菊的表演不一样 他在公开场合 那过去在公开场合 我只有看到少数的 譬如说朱凤之委员 他有一次这边开大会 他突然举手 他站起来 他有讲出来中华民国 过去联宋访中 对方说 胡主席 我们称他胡主席 他称我们说 连主席 宋主席 都叫主席 那当时候连战 他有一个原因 因为他不认同陈水扁总统 他出国之前他就说陈水扁 他就叫陈水扁先生 所以那个时候又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看到说 的确 两方在这个 电视荧光幕前面 面对中国的高层 表现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民进党 他会去对比这个国民党 其实是有道理的 所以陈菊先生去我们蛮期待的 以后所有人去 蓝的绿的中立的 我们都称我们马总统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对不对 可是相对的 今天吹捧会不会太离谱了 欸 连A金川 欸 好不容易可以去WHA 欸 现在说什么 把A金川都比下去了 那一个女的 把所有男人都比下去了 国民党的人 到北京去 叫卖台 民进党的人去 说出 中央政府总统 叫有胆势 这什么双重标准啊 我要看到蔡黄狼今天 像小椰生在那边鼓掌 我觉得那是很幼稚的行为 我觉得平常心看待就好了 真正有胆势 如果陈菊昨天在北京市场 突然拉开白布条 说一边一国 独立建国 你敢不敢 真正勇敢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种东西都没什么好讨论 当然我也不赞成 他在做客人场合 拉开布条 说一边一国 台湾 中国 是不是 大家知道一个文明礼节 我意思是说 民进党过去 就是因为指控别人去卖台 就今天去了 说自己是勇敢有胆势 怪不得今天被本土跟台人 自己也吃豆腐吧 人家也同样的标准在吃你豆腐 不是吗 我类似这种讨论 实在是没什么意义 我媒体面对的困境也一样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上 香港澳门的卫星电视 因为它对中国直播的 或者中国大陆的内地媒体 他们叫内地媒体 会有一个清单 总统我请你叫做 领导人办公室 外交部叫 社外单位 国防部叫军事部门 我把他找来 你这个名单是什么意思啊 你要这样 你就不要 你现在关机 不要还问我 我当然会这样说嘛 所以某一电视台 有一天叫李建南跟我讲说 听说我摔他们的电话 我都当然是嘛 我要说什么 如果我觉得我尊严受损 我不能畅所欲言 你就不要还问我 我当然觉得不应该啊 所以这是自己拿捏的 也不要说敢说出 中央政府总统就要勇敢 这不是真勇敢啦 理性的逻辑的务实 才知道真正的勇敢 所以我倒希望 类似这种讨论 其实可以暂时终止 回归理性务实的政策辩论 比如说今天 台联党主席对民进党挑战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本土社团对民进党挑战 很有道理啊 不妨给他们制约一下 大家也没有叫我来 我的意思是说 民进党党是不是要给我们交代 517是亲中卖台 柯总召三大罪状 指控马英九 有亲中卖台什么 我都忘掉了 刚刚讲完 5月20号 讲完5月20号 要去北京 我们用同样标准来质疑吧 我觉得你不能说 啊 陈菊去只是卖四英的质疑 这个票 这能说服我们吗 他经过党主席的认可的 背书的 我觉得党中他都有必要交代 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也要质疑啊 如果 民进党质疑国民党在WHA 有没有跟中共签MOU 我也在质疑啊 你有没有见到胡锦涛呢 有没有见到贾姓琳呢 有没有见到对方国安部的人呢 你有没有签MOU啊 我当然可以质疑 我们媒体上质疑 我就说喔 这种质疑就是因为 民进党过去质疑别人 别人也会质疑嘛 今天本土台联社团的质疑 难道没有道理吗 这个质疑 让大家不妨回归理性物实的讨论 公共政策 这才是我的原因 吴大哥这个质疑很好啊 以前民进党这样质疑人家嘛 现在把事情讲清楚啊 对 我觉得喔 这个两岸事情 一说喔 老百姓的如沙沙 我要回到讲喔 你们提到刚刚 廉主席啊 或是宋主席 你们记得他到中山林前面啊 吟私作对提字的时候 后面是写什么 有写中华民国几年吗 当然没有 这个要看这个 国民党的人跟共产党互动 跟民进党的人跟共产党互动 要考虑他们的历史背景 考虑他们意向的主张 考虑到说喔 我要给对方喔 难堪尴尬到什么程度 还要考虑到后果 还要考虑到 我下次还要不要再来 那我下次再来 人家怎么对待我 所以你要求 岳君川跟陈菊一样 在WHA做同样的表现的话 那明年的WHA就麻烦了 就麻烦了 但是今天陈菊 多减要讲话 没错嘛 他这次去 距离下次去 已经很遥远了 而且也不重要了 所以大家要互相 设身处地 考虑到对方的立场 而不是说我扁你更用 是在用谁 因为是站在 不对等的立场 在做比较嘛 刚刚胡大哥提了 很多问题的质疑 包括以前民进党 乱扩成这样的帽子 陈菊这一次去 能不能解释清楚 现在连地下电台 台联都反击了 我们等一下继续追问 沈医师 追问一下宪宏 民进党解释清楚了吗 我们就这样 我们马上回来讨论